對啊 侯友宜保持笑容 簽完名後換教授康切 隨後面向鏡頭 兩個人手握得牢 只是這雙手原本侯友宜 以空出來留給柯文哲 但最後一刻換來的是 寧波的電話沒有回應 打電話沒有接上 那最後一刻這個時間已經到了 原定國民黨常會是下午才召開 但柯尚武已關門 國民黨也跟著關上門 藍白政治聯姻不但沒有成 雙方沒退路 誰都不認輸 如同分手願偶 以誠信 大家希望能夠相互往前走 並肩作戰 達到聯合內閣 達到很多的政治體驗 那六成名義失望 我非常的遺憾 最後一刻想保有善意 但雙方在公開互私後 早已回不去 看到他們三個聚在一起 我心頭一喜覺得有機會了 跟侯市長講我說 再打電話給柯文哲 再打電話 他沒接電話 還是希望做最後的努力 就是說如果他願意回心轉意 我參不參選根本不重要 我真的就是臨為壽命 也知道選戰不好打 但是沒關係 我一輩子從來沒有做什麼 是容易的事情 而侯康佩正式成行 只是對手從一人變兩人 從藍白拖變成藍白石鏡鏽翻桌 雙方都知道 總統這局會贏是奇蹟 政黨席次才是主要課題 特別是說你們會專業於臺北藏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